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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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公爵举行宴会 欢迎大家来参加 可以吗 我们还可以自己跑到他家里去 诚恳地请他一回 可以吗 所以我们同样一件事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 但更重要的 哪一种效果最好 就是在的 人在场的 人到场 他才能表现你的真心 表达真情的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思 思就是思念的意思 为什么要思念呢 就是假如他是你的朋友 那么 他遇到好事的时候 你会为他高兴 他遇到坏的时候 你会为他担忧 你无时无刻不再想他 这才是真心的一种表现 而不是他想什么事 是他的时候 你没关系 这就是你无情 对吧 你无情 还有一个字叫言 言就是一定要说出来 你什么话也不说 别人是不知道的 小孩和大人 都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叫做同言无忌 比如他最会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爱你 另一句话叫做我恨你 小孩最会说两句话 这两句话是大人 死也不敢说的话 是不是 大人在我恨你和我爱你之间 有一系列的东西 这个人好吗 这个人还可以 这个人怎么样不错 这个人怎么样不累 这个人怎么样 还行 反正你就不肯说 我恨你我爱你 或者你会说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很可爱 很可爱 就是很可以爱等等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从这么一些情况来说 我们说那个人 还是要用语言 来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 很多人就是 性格太羞涉 性格太害羞 或者他就是不肯说话 尤其艺术家有很多 他也有很多画家 很多诗人 他的作品真的很好看 但他就是不肯说话 他性格内向 不过有点 有点那个羞涩 其实上也是挺美的 实际上说话 也可能说错话 对吧 你看天下最喜欢的东西 他是从来不说话的 像玫瑰花 阳天啊 白云啊 月亮啊 他不说啊 你确实他说了很多话 有的人话说太多了 人家一直不想和他说 说话 有吗 你比如说 我们这里举这么一个例子 你说假如有 一个地方举行一个宴会 宴会里面一个人 有个美女 一个女孩特别美 也特别活泼 到处逢人讲话 她是那个舞会的中心 你觉得不奇怪吗 但是还有一个聚会 里面有个女孩 也特别美 她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 一个人也不说话 但是她还是 那个晚会的中心 你说哪个人更美一点 第一个美还第二个美 第二个 她是内在透注中气质 她不和你说一句话 或者说你惊奇的 你不敢和她说话 你知道吗 小男孩 小男孩在小时候 举行那个跳舞会 他都不敢去邀请 最美的人跳舞 他往往去邀请 第三到第五个人去 说你能不能跟我 跳一个舞啊 他绝不敢邀请 最美的第一号人 他不敢邀请 为什么 因为他进入天神了 能怎么可以和神跳舞呢 对不对 明白吗 是不是 好 我这个话 这样说没意思 但是我想说明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有什么话 应该什么 说出来 既然你不是天使 那你应该有话 叫什么 说出来 还有一个诗 诗 为什么有诗呢 诗就是指颜色了 诗是代表一种优雅 代表一种情感的 最高级的表现 表达是人的一种 一种东西的精神的生活 芭蕾舞是不是舞蹈的精神的生活 你去搞芭蕾舞 一定要去了解他的精神的生活 所以我最近写了一篇外行 外行冒出内行 写了一篇芭蕾舞的东西 名字叫做芭蕾舞 思性美的情感意境 你看这个名字美不美 芭蕾舞 思性美的情感意境 我们有一本杂志 是浙江 浙江现在成立了一个叫艺术研究院 你们知道吗 浙江本来有个艺术研究所 有个戏剧研究所 现在成立了浙江省成立了一个艺术研究院 文化艺术研究院叫做 他们就帮了一本机关卡物 叫做文化与艺术研究 文化艺术研究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本综合性的文化艺术研究了 他们来找我玩 我就帮他们写稿 我居然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芭蕾舞思性美的情感意境 去蹬在他们的创研号上 好玩吗 好玩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永远是做好玩的事情的 反正那个一个人不搞内行 搞他的外行 去写个东西 一定是特别开心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这么来 这就是什么 人要有点什么 要有点私信 知道吗 比方你们应该写篇文章 蹬在我们的机关卡物历史研究上 那就很开心 要这么来搞 所以呢 我们要表现出一种私信美 私信美是这种内在的美 就像我们说的第二位女性 她一句话也不说 但是她还是世界的什么 中心 还是周围的场景的中心 尤其在那个舞台上 我们进行表演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 和观众什么 直接说话的 你说话你怎么说 你不能说话的 但是你确实想和他们说话 那你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出你的语言呢 有的时候是靠表情 有的时候是自体语言 有的时候靠你的一个微笑 有的时候靠你的什么什么 反正这种表现都是一种私意的表现 她不能说话 或者她是一种间接的表现 但接的表现还要引起人家感动 那么这种情况下她用的是私语 而不是直语 而不是实语 她用的是诗歌的语言 诗歌的语言特别有趣 知道吗 诗语 所以呢 你要用在 人 诗 言 诗的统一 才刚刚能够表现出你的真情 尤其紫色的那个诗线美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有点含蓄 因为人不仅要有一种直白的表现 人还要有一种私意的表现 人既要满足你的情感 那个文化世界 还要满足你的情感世界 所以诗是一定要到场的 如果诗不到场 我们家里就没有文化品味 就重复的重复 单调无比 因为诗代表一种情感上的深层的交流 满足你情感上深层交流的需要 那才是真情的流露 所以我们过去 那个爱情为什么都要写诗啊 过去我们知道 谈爱情都要写诗歌 是不是啊 古代尤其是这样 因为诗最浪漫 诗把你带到了一种紫色的世界里面 让你忘记了很多现实的事情 实际上是人的发疯呀 人的爱情就是在你最忘记现实的时候 来开始产生你的那个情感交流的 所以诗就是什么回事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真情世界 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说一个概念叫做真爱的世界 真爱 真爱这个词和真情还有点不一样的 真爱什么意思啊 真爱首先它不是假的对吧 不是虚假的 而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能激发你的情绪 也就是真爱才能激发情绪 假爱不虚情假意不能激发你的情绪 怎么来激发你的情绪 你的真情和真爱就激发了你作为人的 最激发人的情绪的东西 那就真爱 天底下爱当然是很重要的了 真爱是更重要的 我们对真爱都有所体会 就是像母亲对孩子的那种爱 母亲对自己小孩的那种爱是真爱 孩子长大了对母亲的那种爱 我看就不那么真爱了 有的时候打个电话回去 他仍旧不肯到场 有的时候就让卡片回去 有的时候哎呀我寄点钱给你 这就是假爱虚情假意 因为他仍不到场 但是母亲对儿童的爱 对自己子女的爱 这种爱是什么爱啊 我觉得绝对是真爱 大家对小孩的爱都是真爱 不是假爱 那么真爱之所以重要呢 因为真爱才能产生真情 真爱真情的付出 才能得到真爱真情的回报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为什么对儿童来说呢 你给他一块巧克力 一根棒棒糖 他就给你一个大hack 一个大拥抱 意思就是他要还给你 只有真爱才能打动你 只有真爱才能最激发人的情绪 那么与这种思想的相反的一个概念 我们也来破解一下吧 这个概念叫做罪 人经常要犯罪啊 基督教里还有人是有原罪 罪呢也有很多罪 一种叫原罪 一种叫一般性的罪 原罪是什么呢 原罪是人在背叛后产生的一种内疚 人犯了很多罪 有很多罪是不加反省的 是不会产生内疚感的 你比如说你去干了很多坏事 然后人家也惩罚了你 但是你心中一根内疚感都没有 但是有一种罪 人心里老过不去 老要内疚 那就有什么呢 那就是人在背叛后产生的一种内疚 为什么我们说 基督教要把亚当犯的罪 说成是人类世俗犯的这种原罪呢 关键在于台中背叛 异典也非常好 天国非常好 上帝对他也非常好 但是他不听话 他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 他不听话 结果他这个原罪是指他背叛了上帝 不服从 并不是指他吃了个果子就要判大罪 那太可怕了 吃了个苹果就判罪 不是 而是他违背了上帝的意愿 犯了原罪 从这个隐身来看 原罪是什么呢 原罪就是人背叛后的一种内疚 因为古代世界呢 是从自然界演化出来的 演化出来了以后 人是不是也有点内疚啊 人脱离了自然界 人是很有内疚的 编程神话 就是人背叛了神 实际上是人背叛了自己生存的自然状态 原罪从宗教意义上来说 是人背叛了上帝 从那个我们说那个文化上来说 是人背叛了原来的自然人的俗信 而产生的一种内疚感 人有一种自然俗信啊 叫自然人 上节课不是讲过的吗 自然人是自由的 是吧 自由人也是自由的 什么人不自由啊 文化人不自由 是吧 我们说从自然人到文化人 从文化人到自由人的过渡 然后所以原罪从那个学文化含义上来说呢 原罪是什么呢 就是人背叛了原来的自然人的俗信 而产生的内疚 还有一种罪 你们不会产生这种负罪感 不会内疚 不会用一种折磨自己的办法 来克服这种罪 这就不是原罪 原罪是刻骨铭心的一种罪 一种刻骨铭心的内疚 只有这种罪 你才会对自己进行体罚 比如说人里有很多体罚方法 一种叫禁欲主义 是不是啊 还有一种叫苦修主义 苦修呢 就把身上 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 叫达芬奇的秘密吗 里面不是有苦修吗 对吧 苦修的样子 还有一种就是禁欲主义 不结婚啊什么的 所以这样一种东西呢 都是要克服一种内疚感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所说了啊 那个人性美里面呢 除了体现人的真性竞争血性啊 避邪啊 那些东西呢 还要表现人的天 什么 那个真情和真爱 真情和真爱呢 它有什么用处呢 它的用处呢 就是能够去比 艺术的作用就是去比 门臂啊 去臂 我们说什么东西都被 什么东西蒙臂了 然后我们要用艺术呢 去为人的心灵去臂 我们要 也就是说 本来我们看见太阳的 太阳很漂亮 突然之间我们看不见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它去臂 臂就炒之头 一个敞开的敞子嘛 去臂 所以呢 那个艺术的作用呢 真情和真爱的作用呢 就是导致时的艺术呢 有了一种去臂的作用 那么因为呢 去臂的意思就是 去除障碍 一些好的东西 比如一个太阳 被一些东西挡住了 那么你就要 拨开迷雾间太阳 这个方法就叫去臂 就是把掩盖住的 好的东西的那种障碍物 移开 那么艺术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呢 因为艺术的作用 就是要把掩盖住 人的天性美丽的那些东西的 障碍物移开 艺术恰恰具有去掉 门壁人的天性 人的人性的力量 把那些门壁的东西 给去掉的那种力量 因为艺术本身 本质上来说是反映理想的 它不是反映现实的 它是源于生活又什么 又高于生活的 古代的人说它是天上的东西 你们都是盗取天火的什么 普鲁米修士 布拉图说 天国里的东西好的 人间的一切都是 天国理想类型的 不完美的复制品 那么人类社会 既然不完美呢 只有一部分人 他们可以去进入天堂的 这部分人就是艺术家 艺术家实际上 是专门塑造理想类型的 所以艺术的基础 不是模仿 而是直接反映 那个理想类型 布拉图说 如果艺术家 就是模仿现实生活 那么现实生活 本身是个样子 是吧 本来是个样子 它是对天国事物的模仿 艺术家又是反映现实生活 那么艺术家就是什么 就是模仿的模仿 那么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应该直接去描绘 那个理想类型 而不应该对世界上的东西 进行模仿 这就抬高了艺术家的地位 把它看作是 盗取天火的普鲁米修士 他盗取的就是天国的美 然后用这种天国的理想的美 来净化人的心灵 艺术所要表现的就是 人的天性 通过对人的天性 和人性的生活和美幻 他目的在于告诫 那些上进天性 上次人性的人 让他回归到人的本源上来 这就是说 为什么艺术是可以去比的 艺术家到了变成自由艺术家的时候 他就有点和真理接近了 但是他在文化的迷宫的时候 他是非真理的 他只是清道夫的功用 那么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情况 我们说童心和老人 儿童和老人 他们是在社会里最得到爱抚和关怀和宽容 因为童心是很美丽的 艺术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反映童心的 或者是胜杂着 是掺杂着童心的 就是你们去看 毕加索的那种话 他描写战争的那些话 但是他里面也有童心 就是是那个文学家 我们说的那个 海民威胁的那个老人越海 他里面没谈儿童 这里面有童心 童心就是很好玩 我们说什么叫童心啊 他和年纪无关 我们说那个武侠小说里 有一个人叫老顽童 老顽童年纪 年事已高 九十多岁了吧 但他有没有童心啊 他有童心 他好玩的嘛 为什么我说童心呢 因为我说童心很重要 童心就是天性 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童心就是童心 我们就这么说 童心就是天性 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童心这个天性呢 是被首富的 是受到爱的首富而存在的 假如周围的人都对你好 你的童心就一直保留着 假如周围的人都对你坏 你的童心就很容易丧失掉 大家都爱儿童 都用真爱真情去爱他 那么儿童的天性就得到首富 儿童的天性没有受到伤害 当一个人的天性 永远不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天性就被激发出来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是看社会也很可怕的 我们有本书你们看过吗 叫雕刻时光 看过吗 没看过 雕刻时光不就像什么东西 都要被雕刻的吗 被时光所雕刻吗 有两种人是具有童心的 他们的天性是被激发出来的 一众人是儿童 一众人是老人 因为老人脱离了社会 儿童也脱离了社会 所以老人得到的是宽容 儿童得到的是爱护 老人也很可爱 老人有一种自然化 老人的美和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说老人更像一种什么 蝴蝶的什么 化蝴什么 为蝶 我们说有个虫 它变成了卵 它生了个卵 卵又变成了蝵 又变成成蟲 蟲在地上爬 它无法升天 但假如它脱离了大地 它就变成了蝴蝶 蝴蝶就飞上天上去了 那个时候它是最美的 这叫做化蝴为蝶 化蝴为蝶后它也走了 所以老人 有一些老人是很可爱的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去和老人交朋友 有一些老人身体里能发出一种光来 他非常可爱 老人已经老了 他不再走动了 他不在社会里活动了 他行动少了 他脱离社会了 他从社会中走出来了 他反哺归真了 那个时候他也往往会化蝴为蝶了 所以说脱离了社会 脱离了社会的丛林原则 心灵有事也能得到净化 容易发生这种状况的 一个是儿童 一个是老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天性 恢复了天性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反哺归真呢 就是能有恢复到的天性那里去了 从而他摆脱了社会原因 造成了心理扭曲天性丧失